從今年的除夕到初五 完全不修館的史前館 推出了3D的互動體驗 還有原住民族特色臉部圖騰的展現 結合現代化高科技 可以讓逛博物館也很有趣 這個簡介對不對 就不是只是這樣你拍照 然後你什麼都可以知道 欸這樣子我覺得不會很單調欸 好我們把它留在這個史前館 欸這樣我就有紀錄了 那我的債主會來跟我要錢 沒有關係 欸他還可以那個欸 很記性欸 欸真的欸不錯欸 用手機掃描你就可以下載照片 我跟妳講妳絕對是卑女啦 而且我的高度要自動這樣 這我就很貼心 因為高度像我180的有沒有 這邊就有設計180 對 好我們按一下中文喔 因為英文不是很好 好同意 OK 好我要當女生 好OK 好然後 一樣先真正 我是想要問瓊瑩說 如果臉太大超出範圍 他還可以掃到嗎 他應該只能掃到鼻孔 他應該只能掃到鼻孔 欸有了喔 有了喔 有了喔 好快喔 我們現在來看一下 好我們趕快看一下 你當然前世是什麼 一定是公主啊 我猜一定是卑女啦 一定 不是煮飯的吧 出來 你是 你是那個波 你怎麼了 你還好嗎 你是個顏面女 如果你也想要到史前館來體驗一下 或是看詳細的內容 可以鎖定東台有限20頻道 或是到臉書粉絲專頁搜尋東台灣點讚 以及網站搜尋新樂傳播.TWO 東台灣新聞網記者放在林寅高知遠 曾慧如在台東市的採訪報導